Scik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我是真正祥 在昨天節目當中我們談到沒有買任何一檔新的股票 都在獲利下車賣股票換現金 那在今天早上的10點04分 阿展老師盤中急時的Lighter的通知 我說今天就是這個盤 又多 要提防他的又多 所以应该现在在卖方 你在机械没有有效站稳之前 你在这个时间点去买 你很容易套在一个区间的上围 所以区间上围在当时候 我们Lite上面讯息10点左右的时间 写的是这个区间的上围 所以今天交流指数符合我们的预期 开高之后 整个急剎下来到收盘 收在盘中一度还跌到了70点 早上涨95点间跌70点 盘中最高最低的跌幅 最大最上下跌 无人一百多点 所以这个节奏你要掌握得非常清楚 陈如同好想老师上个礼拜所谈到的 你这个盘要走V长的可能性很低 反复打理格局 反复震荡打理格局 反弹的情况之下 你本来就应该要见好就收 在大的一个区间震荡格局之下 你应该要采取的是买黑不买红的策略 应该要采取的是一个见好策略 收的一个策略 我们来回顾这一波的整体盘式的过程 你会发现阿翔老师的操作策略是非常的简单 所以简单指的是什么 在6月11号就是端午前前一个礼拜的礼拜一 6月11号当时交流指数的位置在这个位置 当时你在看阿翔老师的节目 阿翔老师已经提醒过各位 你要用布局的心态 来替代你强短的动作 布局就是等拉回才来找买点 你一直不断的强短 在当下你很容易受伤 而后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整盘式 国际事件的动荡 外资在做提款 因为当时候在6月11号的这一天 外资的选择权的期货 期货选择权的这个部位 已经有先前的进多 转成进空单 而后一路下跌到 6月26号的这一天的时间 6月26号那一天你也可以看到 阿翔老师紧急通知的盘中 即使Lite的讯息 在这段时间阿翔老师都没有在Lite发讯息 告诉各位可以提及 从来没有 你可以自己去对照验证 再回过头来 到了6月26号的这一天 我们发讯息说 你可以开始布局低阶 一些锁定好的股票 然后往上谈了上去 这一天礼拜二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涨 182点 到了昨天这一天的时间 你在节目上面又听到 阿翔老师告诉你说 你应该先采取 建好就收入一个操作策略 因为格局上面来说 是反复震荡打底 反复震荡打底 而且底部还没完全确认 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逢谈先建好修 现在 各位所好朋友 今天开高走低 我们从昨天就一直在卖股票 今天早上也一直在卖股票 卖股票换现金 让会员朋友保留七成以上的现金 接下来是不是又可以有黑再来找机会理解 就符合阿翔老师先前上个礼拜先提醒过各位的 指数不会V转 反复震荡打底格局 你要采取的是买黑不买红的策略 你要采取的是短进短出的策略 你要采取的是建好就收的一个策略 所以各位所好朋友今天指数压到这样子的位置 明天又要再度回撤到一个年线的一个位置 跟前低的一个位置 OTC已经率先领先破底创新低 OTC今天标准的停损卖压杀出来 继线OTC的继线是在这附近 反攻不成直接破线破价 半年线也失守 而且还带亮 所以各位好朋友今天的盘面结构 是不是就完全符合阿翔老师在10点04分所说的 今天很多中小型个股再又多 10点04分LINE的讯息就到 有加入阿翔老师LINE的好朋友的手机里面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判定 为什么大家早上在兴奋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下了这样子的结论 除了格局你要规划清楚 盘式你要规划清楚之外 你从早上9点多一开始听阿翔老师在连线节目的时候 盘中直播连线节目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谈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所以什么样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这一段个股 2327的国序 2327的国序 今天是农均最后回补日 昨天公布5月份营收大赚 单月大赚 今天农均最后回补日 前一天晚上公布5月份的EPS大赚 双重利多往上开高 双重利多往上开高 开盘一开始开高之后 出现一个多方缺口 多方缺口一定不能补 为什么 因为你双重利多把股价拱了上来 创破断新高 如果你又这时候回补表示 他就是利多不奖 在当时候我们在连线的时候 我们特别提醒到这一点 说今天的国序 当时候股价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特别讲了 今天的国序有两个重要的防线 因为他是双重的利多 前一天晚上公布单月 EPS大赚跟今天的农券 最后回补日 开高创新高之后 你接下来多了一个多方的跳空缺口 这是很重要的防线 再加上开盘价不能破 开盘价在1285 各位说好朋友 1285收盘收165 盘中超过10点左右的时间 1285开盘价就破了 破了开盘价下方的多方缺口 还守着 才还有守 但是问题是 这一路当天就直接开高走地 直接把都方缺口 一天直接做回补带样杀 拉高又多出货 完美手法 前一天晚上公布 单月制节EPS 隔一天 农券最后回补日 农券最后回补日 早就事前就先公布了 为什么选择在 前一天晚上公布 5月自己的EPS 那今天却走成这个样子 国具 业内资金的重 重要的防守指标股 今天却出现这样子的走势 292的华星科 量也很大 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 今天的成交量 是这段时间的第二大量 为什么 因为这个第一大量在这个位置 这是6173新肠店 好 26核生堂 明天被动元件不能再落下去 否则全部短线上都反转 会有反转的现象 这就是所谓什么 如果你按照过去的一种节奏性的一个问题来说 现在要提防的是什么 强势股补跌 强势股的可能性补跌 因为这个过去也有也有过这样子的案例 原本强势股 但是因为遇到大盘疲弱的时候 到后面走到后面就变成强势股补跌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那当然找低点再来买 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问题是你要到多低才能够买 这还要看讯号 就目前整个OTC指数的状况来看 今天不是一个好的表现 然后明天是礼拜三的时间 7月4号 然后明天晚上是美国的国庆日 明天晚上的这个外资是休假的 那所以说真正的一个外资 在明天呢 其实是休假的这样子的情况 或者是准备休假的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正常的情况 如果假设明天是开低 它反而有机会走高 就盘施而言 所以明天开低 短线上买点又出现 各位学校好朋友 这盘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 它是上下晃上下晃 反复彻底反复彻底反复彻底 所以为什么昨天出股票 今天早上再出股票 保留七成的现金回撤下来 我们会再来找买点 节奏你要抓清楚 下来我们再来找买点 下来我们再来找买点 那至于要锁定什么样的股票 第一个屏盖我会去看 其中有一档六开头跌破月线的话 跌破季线的话 我就会去开始低接 六开头的屏盖股 又或者是有一些生计股跌下来 我们要看筹码状况 太高价的生计股 我们暂时都不会再碰 当然六四四六的药还药我们是还持有巨包 然后4947的昂宝 先前350块已经先卖掉了 290做到350 今天时候268.5 2481的墙帽 昨天我说过了 在卖在60块以上 昨天算稍微卖的有一点点早 但是因为我们接的位置在56块多 抢个短波段就走了 抢个短波段就走了 先前都没有碰它 所以各位所好朋友现在保留7成现金 留下少部分的一些持股 接下来我们等待的机会是什么 低接的17点 低接17点 反正现在你就记得买黑不买红 反复震荡打底格局 低点彻底完成再不破 再来低接 低接完弹上去 弹上去预压再慢 反复震荡成也测试了三四次之后 要真正底部形成要往上冲的一个过程 再来做波段的长线布局 好 要解这个意思吗 好 我们节奏先讲清楚 那接下来你要锁定的一个方向 自然而然不会改变的是什么 第一个7月份有生计展 但是生计不是所有的股票 不是所有生计股都能做 这个阿翔老师先前已经讲过非常多次了 这段股票我们还续报 这段股票500多块 也不是所有会员朋友都买得起 所以我们只带单特定的进场 这是8436的大将 但是在这个位置我不会再加码 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卡位 然后再一次吧 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其他还要特别注意的包含像是AI 特别强调一点 今天6274的台药 我们先前112先获利卖了一半 后来今天在108 109全部先获利促进 等待有低回撤完成之后再来进 这是6274的台药 我们从90块做到112 一张赚2万2 一张赚22块钱 好 那我们接下来你持续还是一样要锁定的是什么 好 第一个平盖 第二个AI 第三个5G 二级底的部分最近利多太多 所以暂时先观察一下利多太多 有时候利多一直启发的时候 到时候股价不涨也不对 好 再来升级的这部分 但是升级你要慎选股票 好 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如果说你也想像 Lite的好朋友一样 能够在重要转折不被骗的时候 像今天早上10点04分发出了讯息 今天盘市早上看起来非常热闹 但是要提防市又多 你应该采取建考修 如果你也想要收到类似这样子盘中 即时紧急通知的提醒讯息 善意的提醒的讯息 好 欢迎加入阿翔老师的Lite 早上10点04分收到那样子的讯息 这样而然先卖股票的情况之下 先卖股票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卖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这个位置 对不对 OTC呢 这个位置或者是这个位置 好了 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阿翔老师Lite 小老鼠小雪T2330 我们祝各位操作顺利 记得卖黑不买 有现金等低金 谢谢各位 我们祝大家超出顺利 谢谢